你会觉得这刀法奇特 只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刀法 不是刀法 那会是什么招式 这是剑法 用刀使出的剑法 普天之下只有一种剑法 可以不受所用兵器的限制 燕姐 你说的难道是 不错 就是我们典仓派 白元祖师传下的 玉女剑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燕姐 你没什么吧 没有啊 我能有什么 可我怎么觉得你刚才看完了比武 神都丢了 好像魂不守圣一样 什么神丢了魂丢了 丢了还能在这儿和你说话呀 你真的确定那人用的是月女剑法吗 会不会是弄错了 班姑娘别的事情马马虎虎 武功上可是从来不含糊 在这点上和你有本质之别 我爹原来也这么说 可你这么跟着他 能有什么用啊 典仓派武功从不外传 这个人却居然会月女剑法 实在太过蹊跷了 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先跟着看看 找机会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李宗监洛 我和公孙秋泽谈点要事 你就不用跟着了吧 帮主安危 手下众人 怎么 你还怕他吃了我呀 手下不敢 没想到几个字蹦着说 还是这么烦人 退下吧退下吧 遵命 龙帮主这边请 看见没机会来了 好疼哪 这算什么机会 你懂什么 我只要偷偷地跟着他 找个机会试试他的身手 自然就能看出端倪 燕姐 你想和他试招啊 这有什么 他那种不正宗的三脚猫剑法 难道还能比我厉害不成 可是 别那么多可是了 你先回去 我可不想让他走远了 燕姐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本姑娘去办正经事 你乖乖回去练刀法 等到了论剑 没准还能上演舞台试试身手 可是 那是 弹姐 请 很快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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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又 又 又 。 三阳坟天 这么轻易就能化解三阳坟天 你果然童小月女剑法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认错了 点仓派的本门武功 本姑娘怎么会认错 你到底是谁 金龙帮 帮主侍卫 不管你是什么金龙帮还是金鱼帮 本姑娘问你 点仓派剑法 你到底是在哪儿学的 你是点仓派的 不错 本姑娘就是点仓派的 又如何 很好 很好 长山宗烟换 领教点仓剑法 此剑名为寒影 天山寒铁所著 长三尺九寸 宽三寸九分 重三十九斤九两 那你想想怎么样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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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心 站住 你给本姑娘回来 我还没说完呢 想不到堂堂的点苍派 居然需要他人出手相助 这是见面不如闻名 你敢再说一遍吗 有何不敢 点苍派就是徒有虚名之流 今日也算是见识过了 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真正的点苍剑法 此剑名曰灵溪 苍鹰玄铁锁柱 剑长二持九寸 宽二寸九分 重十九剑九两 又轻又短何以之人 当行厚重剑走清灵 你说这话真不像是用剑之人 常山剑宗举重若轻 原来你没听过 常山剑宗创派自西境 剑尊凡无虚 其臂力过人 善化重剑着力为缥缈灵动 创有韩阳剑法和卓剑经 派中高手以所用剑之之厚重而闻名 果然知道不少 所谓剑决天下妙 广闻八方道 看起来还是后面一句有道理的多 有没有道理一会儿你就知道 可惜就你这把剑和你师尊师祖比起来 情太多了 简直和普通剑没什么区别 哼 看来剑法也差得远呢 轻重自是分阴阳 两仪交态万尽生 立在义中不再行表 你一个毛丫头懂什么 当年若不是我常山宗没有来参与论剑 你以为天下第一会是点仓派的 哼 是不是第一 剑下看喷晓 还罗子什么 来得好 毕时就许 果然是好剑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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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女剑法果然了得了 是 雪隐寒霜 这 这里意气太重了 这些家伙咱们惹不起啊 一本大仙所见 不如还是别过去了 大仙你要是怕就留在这里好了 小女子可是要去勘察了 你 你说我怕就怕呗 牛鼻子师徒俩都是一根鸡 本大仙可不想陪你去送死 之前听师尊说 碧玄珠经过这几百年的祭廉 灵力又增长了十倍有余 听说得了这灵力 能省去两百年的秀为玄公呢 什么十倍有余 那那那 差点又上了你这死丫头的道理 就是百倍啊 大仙你也看不上是吧 总之你们师徒俩就是吃定本大仙了是吧 美人 我早就说过来日方长吧 想我了吗 难不成你真以为我会怕你这把剑吗 这是一刹 行了 好 从小 我 她 可 我 我 我 这个 我 纵然惊醒 我已出心无弊 世界虽不及您啊 但我依旧会保护您 世间玄妙 莫过于地上幽灵 有凡双胸仙女 我和师兄一样可以 天下魔法 终将为本座祖陵 首阳之火 焚尽魔杀妖妾 天下魔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怕斩断陷故生命 也许天风下寻回最初的你 于是天风下寻回最初的你 而是天风下寻回最初的你 而是天风下寻回最初的你 也许天风下寻回最初的你